我接觸過最年輕的更年期的病人是24歲 當然他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剛好有動過手術 那如果什麼都沒動過他就莫名其妙停了 我接觸最年輕的是28歲 歡迎收看今天的 北京書任務 好我們以往開頭都是很歡樂的 但是我今天覺得有點不高興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心情有點鬱鬱寡 然後呢 我有時候會覺得說我這邊 像我現在也是 我覺得我這邊有點燙燙的 然後我跟我們攝影師分享 他居然跟我說什麼 他說你是不是更年期提早來報到 太過分了吧 我現在才幾歲而已 他怎麼可以這樣說我 好啦我覺得你也不用太緊張 因為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一位副廠科 名醫 來為我們解說更年期的問題 那我們就先來歡迎醫師出場 大家好我是陳寶仁陳醫師 我現在在核心附幼名犬服務 我們的診所當然服務的項目主要是生產婦科 我們也有在協助產後 跟逐漸老化產生的一些鬆弛等 這些醫美的協助 像你剛剛的部分呢 如果是情緒的問題 有時候跟個人的修養是有關係 是有關係 那但是我剛剛跟他聊了這一天 我知道他是個人修養不錯 其實因為更年期現在被污名化 好像貼上了更年期的標籤就是 你老了 你沒用了 你完蛋了 其實更年期他就是一個 卵巢逐步在退化的過程 如果真正停經的定義來講的話 平均年齡大概47到53歲是合理 你就把它平均算50 那我們真正的早停經 定義上是40歲以前停經 才叫做早發性停經 可是現在網路資料也多了 只要好像一個症狀跟你符合 像你剛剛覺得熱熱的 忙前想到熱潮紅 但你要了解 睡不好喝醉酒 有時候情緒發起來 他也會有點熱潮紅 所以不是所有熱潮紅 全部都賴到更年期這個部分 我們把更年期症狀分成 早期中期跟比較晚一點的發現的話 剛開始2到5年就是典型 你剛剛提到熱潮紅 失眠 睡不好 這三個是很短期就會出現的 中期就是5年上下的 他會慢慢因為荷爾蒙不夠 皮膚會萎縮 尤其在生殖道這部分 所以陰道會乾涉 泌尿道會比較萎縮 所以還有平尿 夜尿 漏尿 陰道乾涉 產生性生活的疼痛不舒服 這些症狀就會慢慢浮現 至於說5到10年以上 就是我們以前早期講的 骨質疏鬆 心血管疾病 癌症 甚至老年磁態症 這些風險 但是我們在疾病推廣上 你就會發現 我跟你講 你如果不好好補充 不好好治療 你10到15年以後 會骨質疏鬆 心臟病增加 其實就好你小學 跟你說你不好好念書 你以後大學會念不好 你會因此而小學好好念書嗎 不會耶 所以在推廣上 尤其在這10年發現 其實反而是在短期的 這種影響生活品質的症狀 反而受到重視 以嚴格定義來講 平經一年以上排除懷孕 我們才有可能往更年期去想 我接觸過最年輕的更年期的病人是24歲 當然他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剛好動過手術 那如果什麼都沒動過 他就莫名其妙停了 我接觸最年輕的是28歲 28歲月經沒來 他又沒懷孕 通常他會很高興 他會很高興是因為月經很煩 又省衛生年 又可以安心做事 但是隔了6個月8個月沒來 還是不太放心 後來來檢查 才確認是一些停經的症狀 我把它分成四大組織 這個四大組織是我個人首創 第一大組織叫火山族 像冒了火一樣 熱潮紅其實一天會好幾次 尤其他很容易在晚上的時候發作 你知道晚上一熱就開始流汗 如果你已經結婚 旁邊人睡得跟死豬一樣 你還是睡不著你就更生氣 然後就更熱 然後而且流汗會衍生一個問題 一熱你可能會踢被子或不蓋 或吹不冬洞扇 那一流汗又吹不冬洞扇 下一步就感冒 熱潮紅以往就覺得熱一熱忍就算了 但是在這十年發現熱潮紅這件事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 腦袋的體溫調節中心出問題 它誤以為外面很冷 所以熱潮紅是血管放鬆 它是要製造體溫讓它上升 熱潮紅反覆的發作 其實會增加心血管疾病中風 甚至未來糖尿病的風險 原因是每一次熱的發作的時候 血會往周遭臉部去 於是你心臟腦袋會短暫的血少一點 熱潮紅晚上就會流汗 但流汗以後就會睡不好 所以有起名叫做熊貓祖 熊貓眼出來了 其實它就是睡眠的困擾 這種睡眠困擾其實很有趣 它不一定要停經那一天才出來 很多女性其實在事後回想 其實它常在四十郎當睡 就睡不太好 仔細回想其實在四十五歲以後 會越來越明顯 甚至於需要一點助眠藥物 才能協助 其實它認為也是跟荷爾蒙不足有關係 那在四十五歲以後 其實荷爾蒙會逐步下降 不一定停經那一天才不夠 所以當然有一個方式 注重睡眠衛生 一些適當的助眠藥物 荷爾蒙的補充 還有就是有一些運動之後是可以放鬆 有一點我沒寫上去 我怕我太太看了會叫我這樣做 叫做夫妻分房睡 因為有時候你床半也是造成你失眠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三種就是你剛講的情緒困擾 但是我必須要講不要污名化月經 包含有人說金錢症候群就情緒暴躁 其他情緒困擾常見的都是波動打 就是我剛講的有人在職場上 本來是那種慣愛型的主管 員工犯的錯 以前這種小錯他安撫一下就好 莫名其妙大罵 罵完他覺得很不好意思 怎麼會這樣傷害員工 所以他後來來經過更年期的治療以後 其實真的好很多 所以這個部分情緒的困擾 那當然很多元化的管理 有一些飲食可以改善情緒荷爾蒙 那當然我們也提到 包含飲食跟運動還有睡得好 它有時候是互相影響的 當然一些著名藥物放鬆藥 以及荷爾蒙 也是很好的改善模式 這應該是大家都很害怕的 對 肝太太豬 其實肝太太比肝妹妹好 肝妹妹在生活上比較有威脅性 肝太太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是這五年最熱門 在更年期方面的議題 也就是所謂的生殖道 泌尿道的萎縮 它比較萎縮 應該會乾涉 這個乾涉在親密關係發生的時候 它分泌不夠 其實摩擦是會痛的 那第二個就是 這個乾涉也會使得泌尿道萎縮 泌尿道萎縮在膀胱的萎縮 於是容易平尿液尿這些情形 甚至於萎縮如果彈性在變差 它又衍生出漏尿 所以這個困擾其實是這幾年最熱門的 反而是在這部分開發出非常多的治療模式 如果你真的有這個困擾 它還是欠荷爾蒙引起的 所以我們可以補充荷爾蒙 可是比較有趣 有人真的不敢吃打或抹的荷爾蒙 那有個方式 從陰道直接用相關的荷爾蒙來教 更年期治療概念是這樣 不一定全部都要補 你哪裡是你主要的困擾 我們治療那個部分就好了 第二個一些簡單的保濕可以 還有更新的方式 2010年有一些新的雷射開發出來 2014年正式上市 台灣在2014年到2017年逐步推廣 這三年非常熱門 就是陰道的緊實雷射 名字叫緊實雷射 其實它是讓陰道黏膜 快速的改善再生 恢復彈性以及分泌的功能 其實這部分反而是這幾年的 一個主力的治療方式 醫師剛剛詳細的幫我們介紹就是 有關於更年期它會表現的四大分類 那我剛剛已經釐清了 其實我沒有這個症狀 可是年輕人剛剛醫師有提到 他遇過最年輕人是28歲 他的案例 那為什麼會這麼年輕 就遇到這個症狀 他有可能是什麼樣的原因 導致他提早更年期 其實有更年期症狀 你要有一個概念 它不一定要完全停經 才會出現這個症狀 我們更年期症狀 來自於荷爾蒙迅速的下降 在年輕族群 有時候也會莫名的下降 如果不吃油 不吃好的蛋白質 它烤爾迅速減少 其實也會產生 我們叫磁激素過低 它也會在年輕族群 產生類似更年期症狀 早發停經 在年輕人會不會發生 答案是會的 比例有沒有越來越高 沒有很好的統計 我們症狀上覺得好像有增加一點 可是大型統計並沒有 那怎麼樣去預防 很多人說請好好預防 或者給一些藥物 但是沒有很好的方法 好好預防跟養生模式是一樣的 好好吃好好睡 沒事的話找個好對象 如果你願意生育的話 就找點生 這是很實在 我不是大男人殺魂主義 就是 真的就是這樣 早點生育 完成生育任務 讓卵巢適當休息 這也是延續卵巢生命的一個重要因素 那今天很感謝醫師幫我們講解一下 就是解開我心裡的疑問 到底我是不是有更年期的症狀 對然後萬一你有類似的症狀 你要怎麼樣去正確判斷說 你到底是不是跟年期 已經跟年期初步的認識 我相信就是不管你是現在正在進入更年期的女性朋友 還是你覺得你自己有可能會提早面理跟年期 你可以怎麼樣去面對跟處理 這個部分呢 請大家敬請期待下一集喔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哇這樣聽起來真的蠻可怕的耶 因為你看喔 你沒有辦法提早生育 你就會有提早跟年期的風險 對 可是你有提早跟年期就代表 你跟年期之後你就沒有辦法再產生卵子嘛 就懷孕的這個機會 所以他就是 怎麼辦 女性好難當喔 可是你生過了你怕什麼 有